两个区域从门口望去 右边是猪只们的活动空间 左边则是狗儿们的生活田地 两者追溯不同物种 却能安逸地生活在一起 如一座安乐的荡家园 稍稍接近回来 狗儿便沸泪腰味 伴随着私企笔罗的叫声 热情的招呼从未减断 展现出活泼的甜性 有些狗儿或许是因为未曾蒙面 显得有些退却 羞涩体蜷缩在角落 然而更多的是眼睛透露出 渴望关爱的眼神 使人发起怜悯之心 在园区工作人员们 细心的照顾及呵护之下 多数收养的狗儿 渐渐恢复丰硫丽的体毛 以及健康的躯体 并恢复与人情境 当伸手轻轻抚摸它们 便能得到狗狗们热情的甜手回应 而在另一边 猪圈通风的设计 为猪只们挡住酷热的阳光 驱走不少熟悉 猪只发出的声响也不分旋指 有的悠闲地躺过在角落休息或睡觉 享受着午后的微风 有的则好奇地张大眼睛望向来外 看见来人便摇着尾巴 并举起短短的鼻子 似乎与人亲近地打招呼 令人深深感受到 无论是猪狗虽然属于动物 却也能流露出与人浓厚的情感交流 及灵性指挥节 为了提供八戒护生园区动物们安稳的生活环境 除了感谢海淘法师慈悲的大爱外 也要感谢工作人员们 秉持着佛陀的教法 用爱心来灌溉这片大家园 为了让此殊胜的慈悲善行深深不息 以及所有动物们皆能与此安享晚年 并且永续经营八戒护生园 这片动物们的亲近的土 中华护生协会 网邀您一同加入护持的行列 让无数刀口与生 及遭受遗弃伤害的动物们 皆能在八戒护生园区里获得重生 实践佛陀爱护一切生命的慈悲本怀 更成就救护生命的伟大功德 护持华佛帐号 42138483 42138483 护命中华护生协会 5604848484 421384—2107—2104 43140484—21038484-114 422340484—209409-1104 0104—3104—3104—4104—3104—4175—512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做这个蔬食最重要是那一份心除了你不杀生以外你这无形中伸出的那一副功德是你金钱买不到的但是你现在看不见可是它将来会发生在你身上 几年前忽然间有在华会当中有一个灵感 说我可以来开一间蔬食看看就跟观世音菩萨发言说观世音菩萨我想开一间蔬食但是你要帮助我因为我不会 所以那个时候当时就打电话跟我先生说我要开蔬食 我当场认住了我说我们都没有开过什么餐厅怎么可能一下子就马上开蔬食餐厅 开始也无奈因为我太太还蛮坚持的那我们也帮忙她完成这个心愿那就开了这个蔬食餐厅 正好我的音言很好我就认识了某一间五星级的厨师我就跟她讲说我要做什么样的蔬食 也是很感恩她太慈悲了她没有接触过蔬食她也不知道什么叫蔬食 所以她就是从水果跟蔬菜里面去做就努力的研花 做了两年结果发现亏了900万那我就跟她讲虽然你的愿力很不错 但是最少你也要损益平衡因为不然这个愿力会慢慢慢慢缩小了 因为你没有利润的一个餐厅留不住厨师 我看你是不是要稍微考虑一下如果说万一亏到一千万的是不是来做一个停损 可是我又是一个很完美想要求完美的人 就我就很怕做坏了做不好然后失去了吃素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子做 我们邪火的人是不能杀身的这辈子已经这么辛苦了 不要再去造就别人痛苦 凡是所有众生的生命都是很珍贵的 这个过程我一直觉得这个蔬食这么重要 我们是不是应该更要去进一步去推广 那我太太她们就去求那个观星菩萨说 我先生说亏到一千万就要把我停掉了 那个观星菩萨你就保佑就不要再亏损了 结果真的隔了一阵子就亏损就停止了 然后就开始慢慢有小的盈与利润 这生意就慢慢好起来 最高的纪录我们一年 竟然有七万人来吃 那更牵强了我们的信心 我为了要让更多没有吃素的人来喜欢这个蔬食 我必须一直去尝尝更换菜色 让他们吃到说原来蔬食可以做到这么不一样的东西 但是我又必须要让它大众化 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吃得起 不要让它高高在上 我们是希望说我是一个平价的蔬食 但是我的菜色要做得很顶级 我自己想说 如果你这个蔬食好 你做得很顶级 可是你卖得很贵 大家朋友吃不起 也没有办法普及 没有办法大众化 情况之下你失去了你推广的意义 我们当初要做这个蔬食餐厅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定位在西方的蔬食 慢慢就来把它推广成异国的蔬食餐厅 是让大家很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那对这个蔬食也比较没有排斥 特地还放了一些辛辣的 辛辣的这个目的就是要吸引一些人亲人 他们以前排斥这个蔬食的人 让他们来用餐 因为我一看到有年轻人进来吃 我的心情就特别的高兴 也不简单 我们可以吸引这么多年轻人进来 我的理念就是我不敢吃的 那个是危害人体的 你给我再多的钱我都不愿意做 基本上是我自己本身就吃素 所以我对他蔬食我特别有感觉 我有时候常常会跑到厨房里面 去跟他讲说 这个菜要怎么样 那个菜要怎么样 还是我们来改变菜色 我是本持着很小心翼翼 我不要让大家破坏对蔬食的印象 我希望把蔬食做到 不要让大家说 就是一个吃菜 它不是一个吃菜而已 它是里面有很多我们的心血 我自己因为吃素也吃一段时间 所以我知道一般的吃素的人 喜欢吃什么 不喜欢吃什么 因为吃素的人 自首以为吃素 他也会讲求健康 所以我们就想尽帮我去研花 全部东西都是有天然的 然后甚至呈现食物的原型 不要再去做过多的加工 大家新鲜吃得到 看得出来 食物看起来都是新鲜的 所以他们就吃得很放心 大家放心 我也是对我自己一个良心的交代 因为有时候社会上的人 有时候会对吃素有一个偏见 就是吃素的人很奇怪 就不跟吃分的人一起吃 我说这样也不对 因为我们吃素是为了欢便 但是也不能造成别人有一些埋怨 或者说有一些奇怪的看法 所以我就是抱持大家和谐的方式 就是说你用你的分食 我用我的素食 然后大家融合在一起 也不要有特别的想法 但是慢慢一次两次 这些人对素食 他们也不排斥了 他说我下一次也来用这个蔬食 来吃一吃看看 慢慢也度了一些没有用素的人 他也来吃这个蔬食 我是觉得要减少不杀生 让大家突破自己在吃的画面的欲望 可以改变一下每一个人对蔬食的看法 进而推广蔬食 让这个地球能够更进化 让所有人希望能够带动更多人吃素 如果我们减少杀业 那是不是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环境 会更祥和 师傅跟我讲 我们到一个地方去给人家赚钱 你就在这个地方要先布施 要回馈 然后结一个膳圆 那我们听到这个我们的凤山中心 有在花放便当 然后他募款的金额好像也不太多 所以我们就参与了他们的那个蔬食便当的花放 再加上我们本身开蔬食餐厅 也真的很吻合 然后又布施给那些地收入户 喜亨额 还有传占人士 这个本来就应该要做的事 正好我的能力也可以够 然后我又有厨师 我就要做得很翻形 那我就说我自己来开车 我载过去 然后帮忙来花放 那我发现呢 我越做得心情越快乐 我越来越快乐 越来越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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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来我要去做的目标 把更多的这些的清寒 喜憨儿 独虚老人 他们有更多的人 来用这个蔬食便当 然后让身体更健康 然后让你再拍一张 一边再拍一张 一边再拍一张 再拍一张 再拍一张 那边再拍一张 那边再拍一张 再拍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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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心愿是希望它 这个蔬食餐廳能够永久存在 不要因为 因為環境的因素撐不下去 沒有辦法讓更多人來知道蔬食 所以我會跟你的交代說 你這個餐廳一定要維持下去 你再怎麼辛苦 你都要把這個蔬食餐廳維持下去 這個蔬食是我太太的願意 所以我也教導我的小孩子 這個就要做成永久的志願 讓他們為這個社會有一點的奉獻 讓這個環保愛地球 大家身體健康的貢獻一份心力